美国关闭了中共在休士顿的领事馆之后 中共间谍窃密与诈欺案件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 新加坡公民杨俊伟昨天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担任中共间谍 美国国图安全部发出声明批评中共危害美国安全的七大罪状 并将成立中国工作小组以应对中共逾日俱增的严峻威胁 就在美中护官领馆的敏感时刻 BBC新闻报导新加坡男子杨俊伟24日在华盛顿DC的联邦法院出庭 承认他在美国成立假顾问公司为中共情报部门搜集情报 同一天CBS新闻报导 前夕维吉尼亚大学教授孙庆云承认诈骗罪行 因为他隐瞒以中资做头等舱访问中国 夸大行程开支 虚报费用 更没有申报在中国的所得利益 中共窃密 诈欺 供敌案评传 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 美国十个小时他们就要开一个新的中共间谍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出声明 来自中共的威胁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应对中共的威胁前所未有的重要 代理部长沃尔夫列举中共七大危害 中共假新闻破坏扭曲美国民主 中共向美国输出假冒伪劣医疗用品 利用留学生窃取知识产权 向美国输出集中营生产的非法奴工产品 走私芬泰尼危害美国人生命 各自与通信切斗 以及中共透过公司影响力破坏美国经济竞争力 沃尔夫指示 国土安全部站在风口浪尖 将成立新的中国工作小组 以优先协调与这项威胁相称的短期与长期行动 新台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